这年是越来越近了 大家回家的车票都买好了吗 昨天为期40天的2022年春运正式开启 除夕火车票开售 购票和改签的时间有所调整 那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 旅客办理购票或改签业务 由原来每日5点至23点30 延长为每日5点至次日凌晨1点 后补购票截止时间 由最晚开车前6小时调整为2小时 旅客在开车前2小时 还可以办理后补购票业务 同时旅客在12306网站购票时 可以同时查询出行目的地的疫情防控政策 如旅客朋友遗失或未携带身份证时 可在12306手机客户端在线提交 乘车临时电子身份证明申请 验证通过后 可在车站正常完成购票退票改签 进站减票等业务服务 不用再到车站办理指制证明 那今年春运哪些目的地的票最难买呢 铁路部门推出了什么优惠政策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数据显示 2022年春运铁路出行十大热门目的地是 重庆 武汉 哈尔滨 长沙 贵阳 成都 南昌 沈阳 长春 富阳 西南 东北地区人群购票的积极性较高 而十大热门出发城市为 广州 北京 上海 杭州 成都 苏州 南京 东莞 武汉 长沙 其中啊 东莞相较往年增幅较为明显 第一次积深春运十大出发地 今年春运 国铁集团将扩大票价优惠范围和力度 普惠让利于旅客 据介绍优惠列车覆盖了正向和反向 动车和朴速 图定和林克 动车组列车延续最低5.5折的优惠 朴速旅客列车实行最低两折的优惠 同时铁路部门将继续推行差异化票价优惠政策 提升旅客的获得感